疫苗系統 我們在努力與健康系統 為計劃提升到 健康科技術部門的採訪 在一時期 我們也會看到 低影響活動 以及計劃提升 COVID-19 病毒的重要性 我們要做各種各樣的準備 比如因為現在流感期間馬上就要到來 所以我們的急診室可能會有大量的流感病人 和其他的病人都湧入 另外我們也讓我們的ICU部門 也要做好各種準備去應對情況的發展 我們也認識了重要的職業 還有醫療師和其他醫療專家 都會有助監獄 在當時我們可能有很高的責任 我們也認識到接下來整個醫療體系要面臨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而我們現在的各個基層一線的這些家庭醫生還有藥劑師 以及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在幫助我們去應對越來越大的壓力 所以, what can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do?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can heed the messages that we're conveying which is please, if you're sick and unwell with respiratory symptoms please isolate yourself seek advice about whether you need to be tested and if you are unwell, don't spread your germs so simple things like coughing into your sleeve, using tissues and then washing your hands thoroughly this ensures that you don't spread respiratory viruses to others Now, these simple measures are relevant for preven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influenza the same as other respiratory viruses but will also b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COVID-19 那麼我們作為社區的每一個人員應該做哪些事情呢? 我們今天也參加這個,通過這個期的發布會 也是想呼籲大家 一個是,如果你發現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的症狀的話 那麼最好先做自我隔離 然後再進一步去巡醫就診 做進一步的檢查 另外呢,還有一些簡單的方法 也可以幫助大家去防止病毒的傳播 比如咳嗽,打噴嚏的時候 最好用紙巾或者遮擋一下 還有要經常地去洗手 這樣的話,都可以減少呼吸道病毒的傳播 此外也可以減少像流感呀 還有其他的病毒 包括新冠病毒在內的所有病毒的傳播 這都是我們的建議 我們不建議 我們不建議讓社群穿衣服 但我們建議讓社群穿衣服 我們不建議讓社群穿衣服 在外面戴口罩 但是我們建議大家要經常去洗手 而且當你接觸到一些物體的表面的時候 最好不要再用手去摸你的口 或者摸你的眼睛不解 我們不建議一般公眾在外面戴口罩 但是我們建議大家要經常去洗手 而且當你接觸到一些物體的表面的時候 我們請你們做法定的 Souvene 做法定務 business planning and think about also how you can promote good hygiene in your business settings and that those messages and what you can do have to be tailored to your particular business or site it might be simply just having some signage and postage to remind your workers around the need for good hygiene or it may be the provision of hand wash 所以,我也希望各企業家或者有自己公司的這些,各位,你們也可以想一想,目前是不是也要制定一個緊急情況下的一個企業發展計劃。 比如,加萊如果出現了緊急情況,是不是一部分員工可以在家辦公,或者假如有一些人不能來上班的話,我們應該怎麼辦。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在工作場所提供一些更好的衛生條件,讓大家能夠進行清潔。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也要鼓勵員工們,要更加注意個人衛生,比如要經常去洗手。 好,我們接下來可以回答問題。 好,各位問題,謝謝。 這是最好的機會給你們提出你們的議員。 好,阿倫,阿倫。 阿倫,阿倫。 我,我來講一下,阿倫,我們會問到某日的社會,我們會問一下去社會的專門, 我們會問一下,哪一些臺灣的社會要關注那些人,尤其中一,尤其是臺灣大學員會的學生。 我們會問一下我們會問一下,因為我們會問一下,我們會問一下, 我們會問一下,我們會問一下,我們會問一下我們會問一下, 如果我們會問一下這個病毒,回答案,我們會問一下, 請問我們什麼要做如果我們覺得我們有影響 或是否有影響? 用中文的問題 大家好 我現在想問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都非常關注一些國際留學生 尤其是來自中國的一些學生 現在我們大家擔心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不想 假如覺得自己有可能感染上這個病毒的話 那麼我們應該做哪些事情呢? 所以病毒的問題是 當你接觸到一個病毒的問題 或是一個病毒的問題 被感染上病毒的問題 至於14天 所以人們從海外 從增加多數個國家 如果有病毒的病毒 我們會建議 如果有病毒的病毒 病毒 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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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覺得自己去海外旅行室 或者你接觸過一些病人接觸過的物體 假如你出現了一些呼吸道的疾病症狀 比如像發燒、咳嗽、喉嚨痛這種症狀的時候 我們建議你最好和你的家庭醫生進行聯繫 安排檢查 並且在去家庭醫生那裡之前最好先打電話 我們在網站已經公布了健康熱線 而且我們這個檢查在澳大邊 在心中都是免費的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假如這個病毒傳播已經 疫情蔓延到了整個澳大利亞 那麼我們如何去能可以保護自己呢 我們目前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個疾病 已經在澳大利亞發生了進一步的傳播 但是我們正在關注全世界 疫情的發展情況以及病人的數量的增加 我們做好了一個準備 就是假如將來澳大利亞出現這種人傳人的情況 我們也已經做好了準備方案 如果您可以提供的免費 或者在香港進行政中 現在的情況下 主要是提供應該 增加主要人進行 從中並起 從未來出現的火力 從太遠的災熱線 和平衡 來自討人進行 但是自然從未來自及 過去的生活 要注意你的患者的症状 尤其是从一些高风险的国家回来的话,你一定要关注自己会不会发生新冠病毒的一些症状。 我们会提供社会的议题,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我们也会想各种办法尽量去减少这种降低传播的速度。 比如我们会让大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我们会取消一些大型的聚会。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关注形式的发展,根据情况的发展决定我们的应对政策。 另外我还要这样告诉大家的就是说,我们给大家的建议, 都是根据情况的发展在不断的调整的,所以我们请大家也根据情况的发展来调整我们的应对政策。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需要从超市买一些东西处备起来吗? 因为我听说有一些超市现在有一些东西已经卖空了。 我们需要动作者的提供下来的体验。 我们需要自身转异时,如果我们必须有问题,我们需要自身的进入病检查。 我们需要自身转异时,我们需要自身转异时,我们需要自身转异时, just to get them through but we're not asking people to stockpile we have an incredibly environment where we can shop until late at night we can shop online you know it's not I do not anticipate that we are going to have scarcity of food or other supplies and so the messaging that might be misinterpreted here was just basically saying think about what you might need you know if you going into winter have the pots of tissues around have something in the freezer if you don't want to go out because you got sick and you don't want to infect anyone but we're just asking the community to be prudent we're not suggesting that people stockpile 14 days of supply we are however asking that the community supports each other so that if someone is unwell that we support them with meals or we help them get their shopping and you know we might leave them at the front door or go in quickly but we actually support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to do the right thing so that's the other thing I would request 我给大家想提的建议是假如你出现了一些症状而不仅要需要你要做一个自我隔离 那么你肯定要考虑一下家里冰箱里有没有足够的食物或者有没有一些纸巾这样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存一点东西的但是我们一般的公众的话没有必要去到超市 就是采购很多东西然后存起来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商店都是每天开到很晚 并且我们在网上购物也很方便我们现在也不缺食物和其他的一些必须的生活品 所以我们是没有这个必要的除非是你在病了的情况下 你或者想到如果家里要是不能出门的时候那么还是做一点稍微的做一点准备和准备还是有必要 另外呢我还提上我们整个社区应该有这种互助精神 就是说假如有人病了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他进行购物或者把东西放到他的门口 我们应该发扬这种互助有爱的精神 分析这就是什么问题 在新南北部的健康工程序 例如材料或新的资料 或其他类似的提供 他们可以接触这种情况 而我们知道 澳大利亚在冬季 这就是一种季度的季度 所以这种时间 会比较更加强烈 和什么样的计划 会比较健康的健康 新疆病毒感染的医生有关 您是否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比如这个医生是在哪里工作的 这样可以减少我们公众的一些恐慌情绪 另外呢 就是因为发生了这起病例 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 新州卫生部对我们的医护人员 有什么样的另外的支持 比如在信息公布上面 包括还有一些物资上面的支持 还有一个问题是 现在澳大利亚已经进入了秋季了 马上就是流感的独发季节 那么因为新冠病毒的情况 也在越来越严峻 那么这个是不是情势会变得越来越严峻 然后新州卫生部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 所以我们已经报告了 那医生医院的医生医院 他在医生医院工作室 我们并没有批评到医生医院 我们很明显 我们需要保护人们的医生 所以我们在这决定 人们应该要保护医生医院 医生医院的医生医院 同事都进行了联系 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be very clear to the community that for some where a diagnosis of discriminating between whether you've got influenza or COVID-19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to how you're cared for then we'll be asking that you potentially seek advice from Health Direct or your GP but basically have minimal contact with the healthcare system and just recover obviously your condition changes present and then clearly GPs will be seeing those that for where a diagnosis or because of underlying illness it's prudent that they seek health care and then finally the very sick patients will be seen at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s We know that in the fall it is a period of流感流行 and now there will be a situation of COVID-19 and COVID-19 and also the situation of COVID-19 so we've done a plan to do to do these two kinds of situations and then we will also recommend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we will also recommend you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a normal disease you can go to your family doctor 但是呢,这个时候就尽量不要去像医院的急诊科这样的地方 如果能在家庭医生那儿解决的情况就到家庭医生那儿 但是如果你是非常严重的病症的话 那么还是去医院的急诊科进就诊 And we will be working with our GP colleagues and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s and pharmacists and help direct our online telephone services to give good advice about what touch points patients should have as they're navigating the system 我们现在也是和各个方面一起联合工作 比如像家庭医生还有医院的急诊科还有药剂师等等 我们另外还有我们的健康热线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信息 就是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建议大家去每个部门就诊 我们也会提供民众们的医院的疫苗 接受疫苗的疫苗 因为在我们的医院的医院的急诊科 如果我们可以防止疫苗的疫苗 这个是一个更加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防止疫苗的疫苗 它们有个人的利益 但也会防止疫苗的疫苗的医院 和医院的医院的医院的医院 另外我们还要鼓励大家 最好提前打好疫苗 因为如果打了疫苗的话 一个是对你个人的健康有好处 另外也会减少大家去到急诊科就诊 或者去家庭医生的就诊的这个可能性 I think that coming to a question so is it please Thank you Any more questions from the front local I think that coming to a question Australia learn from China And also including the treatment 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China And our colleagues And doctors are in contact with many People both informally and formally In China We are aware that China that is conducting a number of clinical trials on therapies that may work in COVID-19 And we understand the outcome of some of those trials will be known in the coming weeks We are aware that the trials will be known in the coming weeks We are aware that the trials will be known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the appropriate nuisance In the information on the severity of patients And what proportion they are Attail care The number that need quite intensive interventions Also we're keen to understand the disease in children The disease in children that doesn't seem to be reflected in a severe disease in children We nee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level of infectiousness in children So they might have a mild disease But are they able to transmit that disease to adults and particularly elderly people 所以我們從中國有很多學習,我們會繼續採取知識從哪裡我們可以獲得, 我們從中國,我們從《Diamond Princess》的航班的經驗經驗, 我們從其他國家在訪問疫情中。 我們非常感謝中國和我們分享的很多信息和數據, 比如關於重症病人的如何治療,還有一些ICU的治療方法。 另外我們也了解到中國,比如像兒童他們的症狀不會非常嚴重, 但是他們還是具有傳染性的,並且可能會把病毒傳染給家裡的大人和老人。 所以我們從中國學到了很多寶貴的經驗, 另外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的疫情的蔓延也學到了很多經驗, 還有其他國家的一些經驗教訓。 好的,可以用作文來問,不一定要用作文。 您問我們關於南韓,日本、亦安, 甚麼是屬於俄羅斯的經驗? 我們看到一個增長的 list of countries 在公共的通訊息, 所以那些是個案不連接到公共的通訊息。 通常都會有關注射的usted呂。 我們可以在公共的確訊息, 所以我相信是很高興的例子, 那你會從海外的情況下, 因為你會知道, 因為它並不是很高興的, 所以我們討論好這件事 所以我認為我們有確保障礙的訊息 而且我們繼續提及的採訊 但我們會繼續努力的訊息 但真的有人能夠討論 到一個情況下, 我們會鼓勵測試 我們正在嘗試在澳洲檢查的病例 我先把這個翻譯一下 剛才的問題是 現在在韓國、日本、伊朗等國家都出現了病例 那麼在美國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醫生的回答是 我們知道現在在許多國家 已經出現了社區人傳人的情況 並且有一些情況是 即便患者沒有在國外的旅行時 也會主導感染到病毒 現在因為世界的疫情蔓延的國家 數量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也會調整我們的指導方案 我們還關注的一個現象是 有的國家沒有報告一起病例 這種情況我們也在追究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要根據整個國家的情況的話 我們判斷應該是有病例發生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出現病例 所以我們在根據這個情況的改變 在不斷地去調整我們的應對方案 還有嗎 還有 還有 您剛才是 剛才要問的 還有 我們有說過 台灣TV 還有 日本TV 還有 10,000人死亡 2,000人死亡 各自治療的病例 我會見到 尤其策母 有報告 在美國的情況下,我們每天都會看出各種因素, 因為我們也會看出健康系統的接觸性, 一些因素影響會影響報酬, 但我會非常靠靠到 CDC的報酬和美國的報酬。 我們會看出一些病毒的病毒。 剛才的問題是,有一些日本和台灣的電視台報道在美國 應該患上病毒的人數超過了一萬人。 他請我們的前特醫生評價一下這個事情的發展, 如何去作為澳洲政府,如何去應對來自美國的這些旅客。 前特醫生的回答是,我們每天關注的是CTC, 他的官方網站披露的數據和披露的病例。 我們當然也會根據情況去評估每天的形式, 因為我們有專家每天要去了解各方面的信息, 然後我們會做出我們自己的評論。 對於中國的病毒的病毒。 對於中國的病毒的病毒。 我們會提供到中國的病毒。 我們會提供了百分之一的病毒。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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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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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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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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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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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